共諜案層出不窮 有退役軍官涉嫌吸收陸軍航特部、花防部 以及金防部等營區的多名士兵官 發展共諜組織 收受賄賂、洩漏國防機密 更有兩名基層士兵遭到金錢誘惑 拍攝自願投降解放軍的影片 而高檢署偵辦後 昨天起訴了十名被告 並盡情法院從重量刑 陸軍航特部六棟腰旅軍營外界被森嚴 因為主責首都及北部防衛 更有龍城部隊支撐 但日前被檢調查出 當中有現役軍人遭中國滲透 涉嫌與多位軍官發展共諜組織 泄露國防秘密 高檢署二十七號偵查終結 依違反國安法起訴十名被告 回顧全案是出身軍旅的謝姓商人 與由陸軍化學兵學校退役的銷信前哨校 陳姓退役軍人利用昔日軍中人脈 陸續吸收六棟腰旅謝姓中校 花防部合姓少校作戰官 金防部康姓上位及鴻姓上位等人 更以金錢利用陸姓無姓兩名基層士兵 拍攝我願意投降解放軍的新戰影片 還有要求流姓士兵竊取機密文件 形同全台北中南東與外島等數個營區 都捲入共諜疑雲 從退役到現役軍官都有 國防學者蘇紫瑩分析 中共試圖掌握我軍最新機密 尤其火力強大的阿帕器眼鏡蛇黑鷹直升機 都部署在漏洞腰旅 呼籲因從重懲處共諜 嚇阻有心人士 影響國安 這邊先下期五安台北報導